大家好 大家好 天天说这个李克强 这个事从我做节目的热点来看 应该要不分翻篇了 以后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我们还是会说 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生活 是吧 李克强没那么重要 今天我们讲讲好久没讲经济 经济方面的确有一大事 就是包子迪开了金融工作会议 开了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呢 好像是一个原则性的话 但是一个很重点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国家安全部啊 现在开始公开的站出来 开始参与国家的金融管理 你这个东西国家安全部是干嘛的 大家都知道啊 是抓间谍的 是搞国家安全的 所以国家安全部的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反间谍对外的这么一种东西啊 对外的一种这个搞法 因为国内的话 它有公安局嘛 有公安部嘛 你安全部跟你谋关系啊 所以国家安全部通常都是在与外国的这个敌对势力有关的时候 他们在干干活的 你说这个金融工作跟你国安部有什么关系呢 哎 这就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你我之前也说过一句话的啊 习毛子 是警察治国 是吧 是特务治军 现在这个出现了国安部 抓经济 真是我一下子就你去词穷也啊 我想不出什么东西来跟他总结一下啊 所以这个国安部已经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啊 这个发文了啊 已经公开的站出来了 说金融是国家经济的面脉 是吧 这个所以呢 个别的国家 你看到没有啊 把金融当成地缘的博弈的工具 女女的玩弄货币霸权 动车挥舞金融制裁大棒 大打出手 一些居心叵测者 望头兴风作浪 沉寂谋逆 不仅有唱空者 看空者 做空者 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于我们中国的投资的信心 望头引发我国的内部的金融的动荡 这些都会给新型世界维护金融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这话说的就够明白了啊 就是呢 现在中国这边呢 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虽然他也讲是个别国家怎么这么的 还有一些个居心叵测者 什么看空者 做空者 掏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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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它没有具体的一个定论的呀 它认为你掏空就掏空 认为你掏空就做空 是吧 妄图引发国内的金融东荡 所以你看见这个东西以后呢 你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确有人在做空人民币 这是肯定的啊 我这个人对这个金融学不是特别了解 我的这个国典音乐学的还可以 金融学我真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这最近二三十年吧 索罗斯啊 还有很多个这个国际的金融大伙子呀 他们都是有一个词叫做空嘛 我听过的最牛逼的话是巴菲特说的嘛 是吧 永远永远不要试图去做空美元 你会说的很惨 到目前为止啊 这些个流逼轰轰的金融大额 他们做空了很多货币 包括英镑 港元 韩元 日元 这些流逼轰轰的都被做空过 新加坡是吧 都被做空过 所以他们只有在做空美元的时候曾经失败过 所以巴菲特说的吧 任何时候不要试图想着去做空美元 你会说的很惨 所以现在人民币汇率跌的不行 对吧 完了以后中国的经济又不好 中国呢又是一个高度依赖美元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这短期之内你是不可能中期之内长期之内 你都不可能改变这个格局 这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做空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国际上一定有一些高手在盯住人民币 在打主意 在打主意 所以有人就说了嘛 说这个国家安全部变身为金融经济稽查大队 是吧 完了以后这是想干嘛呀 是不是 在那里说了一堆的话 说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居然让国安局跳出来威胁中国市场 不准仓空 不准做空 做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犯罪行为 要由国安部亲自处理 这些个话呢都是一些废话啊 都是一些废话 所以你要仔细听话听音 他这个话 国安部做事情啊 他不需要对老百姓说的 所以他对老百姓说的到底是几个意思 你就一定要明白啊 你就一定要明白 所以呢他里面有很多个话 你看他们要金融与风险 相干相生 可能带来的风险影响就越来越复杂 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 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 不仅会导致经济长期衰退 使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 而且还会外移为全球风险波及其他的国家 本世纪发生的次贷危机 欧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 把很多国家脱入到经济世俗 金融失行社会失衡民众失业的境地 所以你就看到这些话你就明白 现在一定有人在做空人民币 这是个好消息 这是我说这些话 不是说去担心中国被做空或者不做空 不能做空 我担心的是你我这些人手上就那点钱 你应该怎么处理 我是讲这个话题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人做事情 思考问题都是怎么来的 任何问题你如果跟我自己本人没什么关系 我是不思考的 我不浪费时间 就像我天天说李克强为什么呀 因为李克强你看到没有 他就是一个草根出生 他们一步一步的这么走上来 他的命运其实是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因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生下来就是被灌输了一种思想 治国平天下所有人都想这个就西德文武艺 获予敌王家 就不小心成为了敌王家的一一颗一颗韭菜 或者是或者或者或者是一捧骨灰 是吧 这个东西你你难道你不多想吗 同样的道理啊 这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做空人民币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上一次做空的时候 我们是没搞成的啊 因为那个时候索罗斯他们想做空这个香港 现在说朱镕基做总理 香港呢就是这个也挡不住嘛 最后就中共就用人民币 用中国的美元的储备 然后去把香港给救过来的啊 所以呢索罗斯在做空香港港元的时候 基本上是打了个贫手 也没输 但是也没赢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朱镕基那时候是动用举国之力嘛 你知道这个一个国家的货币一旦被做空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查过日本的资料 查过这个韩国的资料 查过英国的资料 这个时候你是 他只有几种办法 一个是向世界银行借钱 是吧 第二个呢 你看你手上有没有更多的美战 你可以弥补一下 第三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大树 所以当时香港为什么没有做掉呢 就是因为香港的背后呢 有中共的外汇储备 有这么个东西可以救一把 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想把这个危机给打过去 你的民众一定要跟你团结一心 也就是说你民众一定要这个时候要站出来 要保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保护国家的利益 所以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 包括有一段时间台湾也是这样的 他们老百姓就把自己的这个硬通货 比如美元资产啊 比如欧元资产啊 比如金银首饰啊 这些东西还甚至包括文物这些东西 只要能换只要能变成美元呢 他都把它拿出来去救国家 救金库 救你的国家的本币 这是构成的这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新闻 或者经济事件 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 它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啊 韩国日本 它是一半是自由经济 一半是福利经济 你这个时候你把所有的美元资产拿出来 把把你的金首饰银首饰金条拿出来 去救自己的本币货币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是福利社会嘛 它接下来政府肯定要要要要要要弥补你的嘛 但是中国的不是个福利社会 中国不是福利社会 那就是你永远只有什么 只有给国家做贡献的这个资格 没有享受国家的利好的资格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话的嘛 就是无代表不拉税 为什么有些人在中国他去拒绝拉税呢 因为你没有任何权利啊 你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啊 你不是这个 你没有这个国家的选举权 没有这个国家的财产权 我干嘛要拉税呢 为什么很多民主国家的税收都挺高的呢 而且都写在民处呢 因为在政府就是收你的税 但意味着你有权利 你有选举权 你有福利权 是不是 你有自由迁徙权 你有缘的自由权 所以它相互是一个制衡 你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权利 以制衡政府 政府呢也通过福利政策 通过你的税收 那制衡你老百姓 它构成了一个微妙的这么一个平衡 所以你一旦中国真的爆发 所谓的被其他的所谓的 这个金融大鳄 做空这个人民币的话 老百姓会会会会会 中国的老百姓啊 会被弹拨的是连底裤都不剩下来 真的 底裤都剩不下来 所以我还是劝大家啊 反正是任何时候去说这些话都不晚 中国人你有点钱 真的 有些人在国内都在说 我看国内以后叫麻辣 我是这么一个人 我第一次看他 哎呀我家挺聪明的 如果你在中国有钱的话 几种办法 第一个是想办法把钱汇出来 变成美元资产 变成日元欧元 反正外币都行 是吧最好是美元 如果是汇不出来 你就是什么呢 你就放着美元现金 放在家里保险柜里面 是吧 你不要持有人民币的资产 人民币的资产是没用的 是不是 你开玩笑啊 所以一旦如果国家要开始出现 外被被人做空的局面的话 他会超发货币 是吧 用大量的货用本币去低价的去去高价 去收购美元 全世界搞这些个事情 你到时候把你吃空 他到时候不是以这个什么 以这个超发货币的名义 他是以这个国家金融危机的名义 以国家安全为名义 是吧 就相当于处在一个战争状态 他收你的钱 所以他讲嘛 就是你看对金融领域安全风险 密切要监测 准确的预判 有效的防范 依法打击 惩治金融领域 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如果钱不出去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想办法去兑美元 你再过一段时间搞 现在搞只是一个资产的一个分散 一个布局 只是你个人的一个经济活动 再过一段时间 我估计过一个一两个月啊 你再搞这个事情 你就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到时共产党一句话都不客气 直接把你抓起来 好 反正这句话呢 我是反复提醒过大家啊 你们听的音乐 听的音乐 听不音乐 听不音乐 当然如果你是个韭菜 你狠熟啥都没有 是吧 你就这条命还不值钱 那你就不用听我这个节目 如果你是一个小中产 国内有点房子 有点钱 那你真是要引起高度重视 反正我 旅次这些个话 我都说对了 有人听进去了 有人没听进去 大家好自为之 谢谢